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歡迎實題五間總結 港股今早高開58點 開佈25356點 大開市之後隨即倒跌 石油石化股收押 港股跌幅一度擴大至126點 含指中吳瘦報25231點 跌了66點 年日強勢的石油股今日稍為回軟 中海由日前公布 在海南島對開的南海海藏 發現大型遊戲田 消息刺激股價近日追落後 但今日股價先升後回 中午跌0.5% 中石油下跌超過1% 中石化曾經高見8.21 破頂之後見獲利回吐 中午跌0.6% 收報$8.9 大行得銀唱好 財險近期盛世未止 今日股價邁向五年升 今早曾經升2% 兼高見14.9再破頂 中午收市升1.5% 其他內險股就偏遠 新華保險 中國人壽 中國平安 中國太平跌0.5%至1.1% 藍車及筆車澄清 公司及其控股股東並沒有接收到任何有關部門就合併一事所作出任何決定文件 公司亦都沒有就合併一事上報任何方案 不過股份複派之後仍然分別做好 藍車一度升超過7% 破頂高見7.65 中午升超過2% 筆車一度升超過半成破頂高見7.2 中午升超過2% 至於藍車時代 腹敗之後曾經破頂高見30.2 帶期後倒跌超過1% 焦點股方面 恆之案計劃將會在5個季度之內 逐步將成份股比重上限由15%降至10% 回風收市之後 占成份股的比重將會降至14% 股價今早靠穩升0.8% 中午收報84元 冠軍以日價超過14% 出售數碼香港約71%的股權 兩隻股復排之後齊齊做好 冠軍科技升超過1.4% 數碼香港更加一度升超過7% 破頂高見2.4% 中午升近4% 範圍環保昨日急升1.1%之後 突然停牌 今早澄清異務的數據 又表示 或者會定派息比率為3% 但股價今早復排之後 先升後跌1% 成價會約股份方面 中國雲橋折讓9.1%倍股 股價跌超過7% 中午收報6.32% A股ETF方面 南方A50 安石A50 分別升0.5%和0.4% 中午收報9.82%和9.64% 收視之後有3分鐘視頻再見